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台湾受到灾情的影响 国内鸡蛋供应不足 当时产地鸡蛋价格从一台金41块钱涨到了45块钱 然后黑市价格甚至喊到了80到90块钱 所以消费者和在野党痛骂政府 说你为什么鸡蛋供应不足 后来农业部就执行了鸡蛋紧急进口专案 补充市场需求 所以产地价格回稳 现在上个月差不多回到了40块钱一斤 消费者开心了 不过在野党还是痛骂政府 说你徒利特地进口厂商 谋法国难财 还有议员说进口的鸡蛋有可能致癌 政府谋财害命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鸡蛋的多重宇宙 今天我们特意请了农业部长 陈吉仲部长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谈一下鸡蛋的多重宇宙 陈部长你好 王老大哥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陈部长 网路上写的鸡蛋的多重宇宙 总而言之不管你怎么做 你都要被骂 这个就是多重宇宙 你说如果价格没有涨 那消费者受益 可是农民会骂 可是如果价格涨太高了 消费者会受不了 会骂我们 所以就是以价格来讲 不管哪一边都会被骂 那另外就是比如说国内 如果因为我们刚刚 王大哥有讲 那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年是吃355颗 几乎一天一颗 然后一天的需求量加工 大概要每天要2400万颗 可是刚好禽流感的时候 我们鸡蛋就不够 那不够的时候如果进口 那蛋农担心会受影响 所以蛋农会骂我们 可是不进口 可是消费者又骂你们 所以不管政府在哪一个部分 可能都会有人会批评 但是我们的态度是非常坚定 我们是认为蛋农 一定要有利润 就是说它的蛋价 扣掉它的成本 还要有一定的利润 这样它才会生产鸡蛋 来供应国内 如果自己的鸡蛋不足 还要再全部进口的话 那消费者会买到更贵的价格 所以我们在价格上 还是蛋农要有 维持一定的利润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 农业部要监护所有的 粮食安全 所以鸡蛋一定要让大家 可以买得到 吃得到安全 而且价格某种程度 是在既有的所得底下 是可以这样的来支应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政策目标 我们用这样的政策目标 来执行 以避免这一个多重宇宙的现象 不管站在哪一边都会被骂 这个现象你是没法避免 台湾人爱骂政府 这个石板先生 你们日本也发生这个鸡蛋的禽流感问题 日本消费者或者日本在野党 是不是也拼命骂政府 台湾出现这个蛋荒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批评政府 然后正好我上网看了一下 就是好像就是日本那个时候 也是非常缺蛋 另外一个呢 价格涨得比台湾还要贵 很多鸡蛋就翻了两倍 但是我看到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在野党 这件事情批评政府 但日本的在野党批评政府 事情很多了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 至少大家知道 鸡不生蛋不是政府的责任嘛 是客观因素嘛 是情流感 是天气各方面因素 所以说我看到日本的网上的很多的 都是大家留言说 鸡蛋如果能够不吃 尽量吃别的 然后呢 把鸡蛋留给一些什么 需要鸡蛋的就是一些身体 弱的人啊 一些小孩子等等 就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是 呼吁我见到很多了 然后就是真的没有见到批评政府 但是说呢 很多的台湾的当时批评政府的时候呢 我看到网上很多照片啊 那个我还 比如说他们到日本旅游 去看到日本的超市的鸡蛋的价格 然后拍照片以后就说 日本鸡蛋这么便宜 但是上面有写的什么特卖品嘛 就是一个人限定只能买一盒 他们是为了赢这个鸡蛋 是变成这个特特别弃缺的商品的时候 有的店家就是为了吸引客人来嘛 特别鸡蛋卖的便宜 然后让他买东西 这种促销的形式嘛 拿这个来比较等等的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怎么说 我觉得台湾好像是 当然批评政府 如果政府做的问题 监督政府 有问监督政府 批评政府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批评 这个政府的理由都是蛮奇怪的 因为现在不是 换执政 就如果现在政权交替 让执政党执政的话 他能解决吗 这也是不会下蛋嘛 也是解决不了这个蛋荒的问题嘛 另外一个我在这个 怎么说呢 我当记者二十多年采访过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各种弊案啊 这个各国都有 鸡蛋倒是第一次听说 因为鸡蛋太不赚 风险太大 对不对 你要是晶片之类的 一个晶片就能很大 鸡蛋太小又不动 所以说我觉得 他这个确实是鸡蛋一条骨头的一种方式 不过我还是请部长 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农业部的紧急鸡蛋进口计划 因为我看报导农业部自己的说明 实际上这个鸡蛋紧急进口专案 农业部花了5.7亿台币 这其中大概三分之一是交了政府的税的 所以实际上从国家的角度 只花了3.3亿左右 然后这3.3亿大概进了1亿5000万颗蛋 所以平均每个蛋补贴了两块多钱 两块两毛钱 这个效果是使得在今年3月份到7月份 这个消费者减少了60多亿的开支 把这个蛋价稳定下来了 不过现在在野党的质疑 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问题上 第一 为什么这个鸡蛋当时要远到从巴西进口 而不是从传统的台湾进口的日本美国来进口 为什么不就近从泰国或者菲律宾多进口鸡蛋 第二 为什么这个鸡蛋进口的1亿5000万颗蛋里面 大概有8000多颗是有一家叫做超市的公司来负责进口的 这家公司是去年9月份才成立的只有50多万台币资本金的小贸易公司 它可以取得农业部的订单 这些问题可能想要部长能够先回答一下 介绍一下整个这个计划的时程 和整个这个计划的一些条件和怎么运作的 部长 谢谢王老师让我这个机会把鸡蛋的专案进口讲清楚 那我先讲刚刚汪大哥讲的结论 因为国内蛋就不足 那黑市一颗已经卖到八九块了 那批发价就是消费者到比如说我们的超市买大概6.8 所以黑市跟平常价格已经每一颗差2.2块了 如果不再赶快补足这个蛋 那它会涨更高 消费者会更付更多的钱 所以在不足的时候 当然就是用政府的专案进口 可以很快的进来以后 来补足这个缺口的时候 黑市就会不见了 那市场就会问到正常 就如同您讲的 我们从三月到七月 将近一亿五千万颗 就是一亿四千多万颗 很接近一亿五千万颗 每个月的消费者 比如说一天我们两千四百万颗 那如果假设消费者是买两千万颗 一个月大概就有三亿颗的需求消费 那三到七月 对不起一个月大概就有六亿颗 然后五个月三到七月就五个月 就有三十亿颗的蛋消费 每一颗就可以减少消费者至少两块钱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可是当鸡蛋来了 那满足了 那当然大家就会开始针对说 那你进来的所有的 刚刚那个汪大哥您讲的这些的余率 我先讲一下 当初可以从美 从其他国家进来台湾 在还没有开专案以前 就有三个国家 就是日本 美国跟澳洲 这是本来去年往常台湾进口 对 要从日本 美国 澳洲三个国家 就有三个国家 但是美国跟日本都一样 自己蛋都不过了 都有禽流感 都有禽流感 要到国外去找蛋了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从美国 日本再进来了 那澳洲又是比较远 那它的量也不够 它澳洲没有大量的出口 这样的一个像巴西这样的气氮 所以我们才会说 针对一些可能的国家 我们来专案进口让它进来 所以所谓的专案 不是像美国 日本 澳洲 鸡蛋开放它进来 它就永远都可以进来 我们是选择这些新的国家 从今年的三月到明年的六月 就这段期间而已 所以选的时候就有选到 巴西 土耳其 泰国等这些国家 为什么会选到巴西 土耳其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去找 日本的案例 找新加坡的案例 因为日本新加坡的消费的水准 检疫品质 检疫跟我们大概很接近 所以我发现日本也有从巴西进来 而且巴西又是在南半球 中南美洲 它受禽流感的影响比较小 然后巴西本身又是一个 鸡蛋的出口大国 所以这样就把巴西 土耳其 放到这样的一个专案进口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选择这些国家 那国家选完了 现在鸡蛋要出来了 没有那么容易 巴西从来没有卖鸡蛋到台湾来 所以我非常感谢外交部的大使 他们去跟政府沟通 巴西政府沟通了多次 才同意让巴西的管制出 在出口的清单里面把台湾放进来 那接着这些国家同意了 可是不是政府 因为政府无法自己去买鸡蛋 所以只好透过我们的续产会 那对外来征求业者 所以我们就有跟经济部办了 两场的说明会 那其实大概第一次有三十几家 第二次也有二十几家 那来了以后我们就跟他讲说鸡蛋 你现在这些国家我们 这些国家要让他进来 是政府会去协助确认 可以同意开放他们的鸡蛋出口到台湾 但是你要到巴西或土耳其找到蛋源 然后你要拿到检疫卫生安全证明 或者是你要有鸡蛋的纪念 像示范老师刚刚讲的 鸡蛋的进口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它运输会有破损 因为鸡蛋很容易破损 你怎么去包装 如果没有经验的 那你一破损了 那风险可就大了 所以我们就开了四个条件 第一个你要拿 这个里面有四个条件 你如果没有做鸡蛋的经验的 你完全很难去直接衔接 那时候有很多大企业要帮忙国家 是不是可以直接花钱就把鸡蛋进来 后来发现我们办了说明会以后 其实很多的业者就打退堂股 因为太专业 太专业 第二个要拿到安全卫生证明 跟检疫证明 这个就很难 第三个就是要报价要合理 如果那个价格我们一看是 要轰台炒作 我们当然就不会 那第四个就是 因为那时候国内缺单 我们说你三月底前要有订单 你没有订单 我们就不会让你 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了抢时间 所以这板足四个条件的 最后就有九家业者 那当然就是包括超市 夏威 那还有其他的国家 那他们都按照这样的期程 就陆续进来 所以这九家实际上是到全世界 几个不同的国家去找蛋 就大家在不同的业者 都有针对他可以找到的蛋源 那大家就是针对不同国家 那进来 然后这些国家正好 经过我们的外交部的努力 他同意出口鸡蛋到台湾 对 所以然后碰巧就是 超市找到巴西的蛋源 是供应量是比较大的 那如果当时 实际上这九家里面 没有第二家 他也有能力从巴西进口蛋 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有一个叫做报价合理 那超市他就有报一个 比如说他FOB的价格 就是出港的价格 那一箱360克 那他报了好像是5.2美元左右 可是另外一家刚好 也有找到蛋源 可是他的报价是5.6还是5.8 比他高 那我们当然是取得价格 最低的那一个业者 所以我们刚讲的 报价合理的重点就是 不能说你报了我就接受 我们也会看当地的巴西或土耳其的 那一个它的价格 他们市场的行情 来确认你的FOB价格到底合不合理 那FOB的价格如何确定了 其实那个航运的成本 其实大不了 因为那个大概都是一个 公告的一个行情 比如说每一艘从巴西到日本 或巴西到新加坡 巴西到台湾 航运成本都会大概很知道 所以就可以推测到 我们的倒案价格 那这样的话才可以确保 所有的过程 那都是价格合理 那这些资讯其实我们也都有 公开透明给外界了 你这里面发的一个 这个介绍 说这个当时跟这些 刚你讲的这9家的这个进口商 所签的这个合约 就是说以超市为例 巴西的蛋厂 他把鸡蛋出口到超市 超市再把它运到台湾 台湾由这个叫续产会来买 然后超市要先订付款项给巴西 然后续产会验收了以后 才付钱给超市 是这样一个来货和付钱的过程 跟汪大海 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因为他们 后来质疑超市说 你的资本就50万 那你为什么可以进口 8800多万颗 那平均起来大概5亿多 因为一颗倒案价格大概 我们用平均 因为它会因为航运成本 还有每个月出来的 出口价格不一样 所以大概平均是5.4元 每一颗 那乘起来大概就5亿多 那他说你50元的资本公司 那为什么可以买那么多 那我要先讲 第一个 他买鸡蛋不是8800多万颗 一次买 他是分批 然后每一批就坐船 然后过来 那是这样的一个滚动的 那第二个 合约上是规定代收转户 代收转户就是 我们要先付钱给 给超市或给业者 那他去买了鸡蛋以后 那再交货 那可是我们执行是优于合约 所以真正的情形是这样 就业者 他要先跟供应商 不管是那个像巴西 或者是土耳其 或者他鸡蛋 他要先付钱去买到 那我们会确认 他会给我们资讯 然后哪一天出港 有出来了 我们才付他的 这个期待的货款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进来以后他要报关 不是政府报关 是业者要去报关 报关就遇到了30%的关税 比如说5亿多 磕掉30 那很高 然后银月税又5% 5%是把盗案价格 再加上关税30% 这乘以1.05 这个税磕一磕 又大概5亿多 被政府磕了1.7亿 报关还有其他货用 这一些都是业者先出 之后我们再电给他 然后最后还有一笔 就是外界会之一的 就是所谓的 服务所续会 在合约里没有定8% 所以他们就说 你看超市一通电话 鸡蛋就来了 然后他就赚了8% 就3800万 我说如果这么好赚 那就每个业者都会来了 鸡蛋刚刚要进口 就这么复杂 这个8%是 他要在巴西 或者是任何业者 在土耳其泰国 他要找到蛋 他要花的人事费 他的资金周转 如果万一有去贷款 他的利息成本 他的人事费 更重要的是 如果被验出不合格 就不能进来 就要退运销毁 这些都是业者要承担 承担的 所以巴西有一批被我们验 我们在边境都有把关 验出了100多万颗的鸡蛋不合格 不合格 就退回去了 不要了 对了 他就要自己负担 他就自己吞下成本 所以8%的手续会是最多 他是赚这个8% 但是实际上应该不会有8% 有时候那种会不会赚 就是看他的整个经营的效率 还有损耗的部分 还有不合格的部分等 所以而且一般国际贸易上的话 他拿到了你农业部的订单 然后巴西的买卖合同签好了以后 他应该是可以向台湾的银行 去申请一个信用状 他就可以让银行发一个信用状 给巴西的出口商说 我肯定付钱 然后他才会出弹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状况 我们知道是他要先付钱 给巴西的供应商 鸡蛋才会包装 才会专船出来 出来以后我们再付他的过款 所以这中间的一段时间 鸡蛋在离开巴西的厂商 到达台湾的中间 这一段时间的款项 实际上是银行带给贸易商的 一个周转的过程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巴西的鸡蛋要出来 他要先 业者要先到巴西 找到单元 然后钱也给他了 他要先垫出去了 业者先拿钱出来 对 然后鸡蛋才能包装 然后上传 之后我们再把这笔钱给业者 是先确认有出来了 有出来了 对 进来的报关完之后 他付了 因为那些是我们吸收的 但是他先垫付了 我们再付给业者 我要讲这个过程是在解释说 外界在质疑所谓的 50万元的资本额的公司 为什么可以经营 8800多万克 5亿多的这样的一个 营业额的部分 质疑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是啊 但是外界就是刚刚石宝老师讲的 就会期待你开始挑骨头 一样一样要求我们去说明清楚 对 质疑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中介商 对 他只要有人脉 他能找得到货源 然后找得到买家 他只是一个中介商 然后他有银行 找得到银行 愿意给他一个中介的 类似于信用卡的 信用状的这样一个过桥贷款 然后他能够做贸易量多少 跟贸易商本身的登基的资本 完全没有关系的 你很容易贸易商做 几千倍几万倍的贸易量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要拿得到货 而且要拿得到买家的订单 买家订单是你农业部给他的 他买家订单 他拿到就要给我们看 对 我们才确认同意他过来 没有我们的同意 他是没办法过来的 对 最后就是说 政府吸收了这中间的差价 稳定了价格 但是这中间实际上 政府也还是有通过关税 又拿回去三分之一 所以说你们整个专案 政府农业部出了5.7亿 但是实际上 从台湾政府的角度 只出了3.3亿 是因为政府收了关税和营业税 没错 所以当初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我刚刚讲 我如果把30%的关税 有眼间要把它拿掉 可是拿掉会伤害到弹农 会伤害到弹农 所以我们就不同意 说那关税不要拿掉 由农业部来把它吸收下来 可是关税还是会进到 财政部的国库 所以就政府而言 5.7亿虽然是吸收了 扩掉关税以后 才花3亿多 所以每一颗 大概不到2块的支出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花最少的钱 因为关税这个东西 不能随便改 改来改去的话 很大的麻烦 所以这样的话 等于是政府的一个口袋 到另一个口袋里就去了 所以兜一个圈子 付了3亿3的实际开销 但是进了1亿5千万颗单 就是这么个概念 部长我们这个 为什么你现在这个 做了很多次说明 你们看了很多次记者会 为什么这个在业党 还是不断的在找出 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说 甚至说这些 进口商发国难财 然后这个政府进口有毒的鸡蛋 那以后发生类似的情况 清流感可能三天了头 每年都会来 那以后谁还来干帮政府的忙 其实业者他们自己有发表联合声明 他说当初就这9家业者 他们有发表声明 他当初真的是要帮政府 帮国家赶快找得到国外的单进来 结果现在单进来以后 这些业者开始受到这种 有点就是本来是要帮政府 被污名化 被污名化 那其实我们现在比较麻烦的 那这样以后如果下一波 清流感再来 那造成了国内的产能又不足的时候 那要再请业者跳出来帮忙 我们就会比较大的 这一个压力跟困难了 那所以 以后清流感再来 台湾人就只能不吃鸡蛋了 这有什么办法 我们还是要做好清流感的防疫 我们像清流感都是冬天来 以前都是10月启动 我们今年9月1号就启动了 因为我们也很担心 这次清流感会再来势汹汹 像我要讲一个全球清流感 在前年 因为我们都是在讲前年年底 到去年的年初 就冬天这一段 全世界那时候清流感已经开始蔓延 其中有一个病毒叫H5N1 那时候全世界大概有50%的案例是H5N1 在前年的年底跟去年年初 台湾那时候还没有H5N1 台湾这一次有H5N1 是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 就是因为H5N1才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说 这一波如果一样再来的时候 它对国内的产能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的清流感的防疫 从运送车辆鸡蛋的消毒 纸箱运送蛋染的消毒 然后每一个鸡蛋厂 从总机场到蛋中机场 到整个生蛋机场 都要全部的去做好 生活安全的防治 我们也启动所有的周边的监测 像从野鸟的奔变等 就可以监测到那个病毒 只要周边一监测 我们这里就会开始全面的去进行消毒 希望这次的清流感可以降到最低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 再额外去国外专案进口 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鸡蛋 而且这个清流感不止清流感 最近刚刚石板老师也讲 气候条件 鸡蛋太热 它的产量会减少 甚至生不出来 太冷 它也会生不出来 可是现在的气候是 忽冷忽热 所以其实现在外界都在 谈专案进口 可是根本解决之道 就是要用两千多场的禽场 它要把它的禽色做改善 所以我们从去年到未来两年 总共四年 我们要花44亿 帮基隆把那个禽色做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太热太冷 所以基色里面都有空调 你的意思是保持恒温 日本就有很多都是这样 它是一个密闭水帘护压 温度湿度都控制的 我们希望也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避免温度太热太冷 或者是温差 温差太高 高温跟低温的差异 如果拉大了 它也会受影响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禽色改善 就可以也大幅度的降低 这种气候条件改变 对鸡蛋的生产影响 鸡蛋可以打疫苗吗 你讲到一个非常好的重点 外界就质疑说 中国不是就在隔壁吗 为什么不从那边进口 越南也是 我们当初就是有考虑到 国内的生物安全 比如说日本美国 都还没有开始打 禽流感的疫苗 我们当初宣布的这些国家 是没有打疫苗的 国家的鸡蛋才可以进来 我们是为了国内的 生物安全的议题 比如说鸡要打禽流感 它的可能成本效果就会比较高 它不像猪或牛 因为它的期限比较长 比如说你肉鸡可能一个月或一个多月 就从饲养到屠宰那么短期间 所以目前打疫苗 我们国内是还没有打 但我们是要看国际的趋势 来做最后的决定 所以台湾目前为止 只都没有打禽流感的疫苗 但像中国他们都是有打疫苗了 是 然后像什么日本现在也开始打了吗 日本应该 日本也有打的 好像有打的 我想请教一下 禽流感的是 总的说去年发现了 那么今年是还会发现 就是说它是留下了以后 就在台湾内部会循环 还是外面飞来的野鸟带来的 这个是我今年的风险有多大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议题会到 跟石帆老师 跟观众朋友报告 因为如果 我刚刚讲的是 前年跟去年年初在 全世界就已经蔓延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 可是从全世界的案例 我们就知道 这个病毒H1-1 因为它H跟N会不断地在重组 这次病毒就造成全世界 包括美国 日本 华国 韩国都影响 而这次的全球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几乎九成多的禽流感 都是来自这次病毒 所以今年我们认为在台湾 因为它已经某种程度 我们没办法一次 把它全部病毒清除 就是比如说 猪瘟可以把港口 机场封死 因为猪不会游过来 所以台湾是一个岛就OK了 但鸟它会飞过来 石老师你完全正确 就是因为它的禽流感 是透过 之前是透过野鸟 那比如说它会从北方 不管西伯利亚 甚至日本韩国 将来台湾 它岩鸟带来病毒以后 这个非常 它不像我们的火体液 惠州珠瘟 我们是可以在边境 全部把它锁住 可是这个岩鸟不可能 所以这个禽流感 为什么会在很多国家 即使日本 美国它的蓄情色 都是这么先进 它还是不可避免的会影响 所以这一次我们会认为 真的会是来势汹汹 所以我们才启动了赶快的这个 那个禽流感的防疫 可是我们也要跟所有消费者报告 我们绝对会让大家买到鸡蛋 所以怎么做呢 除了国内以外 我们要有一个叫库存 比如说如果鸡蛋做成液蛋 冷冻的液蛋它是可以两年的 那国内的需求里面 有一成五 15%是去做加工用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库存的液蛋 因为它保存期限比较长 所以它就可以调配去加工 然后加工就不要用到壳蛋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满足国内的需求 所以库存是一个可以调节 那我们已经有建立了 另外一个就是要备源基地 就是说如果国内产能受影响了 那就不要像三月一样 又要再开始找国家哪些进来 那我们现在就有几个国家 是会备源基地一需要 那我们就可以启动进来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不会造成蛋不足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备源基地 是有一些偶然性的吧 因为你也只是你跟泰国 土耳其 澳大利亚 巴西签了合约 你也不知道明年 今年冬天 明年春天 他们会不会也得了禽流感 你签完了合约 但是如果他得了禽流感 你还是不能进了 按照WFH的规定 它是这个畜牧场 过去28天都不该有禽流感的案例 有的话就进不来 所以我们如果找到了 可是如果有禽流感 那当然就不行 那我们就要另外找新的单元场 所以这个一定是这样 所以一定会有相关的不确定性 那更重要的是鸡蛋这种 或者是所有农产品 它都是生物性的 那不像工业产品说 我每天要制造多少 生产多少 可以依照排产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气候的因素 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疫病 像禽流感的这种挑战 所以即使国外 当然这些国家也会遇到 跟台湾同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会让我们要多几个面向来准备 是 所以真的是做农业 畜牧业真的很不容易 这与天豆与人豆与鸡豆 其乐无穷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个农业部的专案进口鸡蛋 它的公开透明 主要是目的就是确保消费者买的到蛋 吃的鸡蛋 所以你有这么几点 这个进口鸡蛋和一般商品不同 进口者需要具备专业资格 不是一般贸易商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进口鸡蛋业者的风险要致富 如果有一批蛋进来了 检验不通过 退回去 他们也自己承担这个费用 风险他要致富 他要致富 他要吞了 然后政府吸收专案进口的价差 然后专案进口效益远高于成本 你刚才已经解释了 今年三月份到七月份的这五个月里面 这个大概有六十亿台币的这个消费者省下的钱 因为政府付了这个五亿的进口费用 实际上付了三亿多 因为政府还拿到了关税 好 部长我们这个我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中国经常以各种理由宣布 暂停输入台湾的农鱼产品 最近一次是进芒果 这个事情来得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他们宣布的时候 台湾的芒果季节基本上已经过了 而且中国的市场占台湾的芒果出口 占全国的产量只有0.5% 所以是影响很小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稍微讲一下 我在台南办了一个安倍纪念影像展 有很多日本的朋友支持了很多东西 然后8月13号结束 然后我想最后给大家 给日本那些就是安倍家乡山口县的朋友 每人寄一箱芒果去 然后就表示感谢 但我一问他们说芒果季节已经结束了 要寄到明年 今年只能寄别的 然后我回家过一个星期 看到中国禁止芒果的消息 我觉得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政治上的动作 两位应该很容易判断这个动作 就是说它已经在产期结束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芒果的水果是属于内销型的 也就是说大部分 这是台湾自己消费的 消费的像去年因为干旱 所以芒果就很少 一下子就没了 所以外销就很少 今年是大年 对 今年不只芒果大年 凤梨 蚊带都是 水果是大年 两位知道吗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 有生产三十几种水果 从温带 寒带 热带 亚热带 种了18万公顷 每一年有多少数量 大概平均有250万公顿 以芒果来讲 今年大年大概就有17万公顿 我们今年卖到中国的大概900多公顿 所以你把它一除 其实那个900多 其实我们内销就大概可以吸收了 可是第二个 我觉得说 因为它刚好这个时间点在近 这个等同要回到我们两年前的228 它先开始进凤梨 然后两年前的中秋节 像我们中秋节也快到了 它就禁掉了我们的莲雾 还有凤梨世家 然后去年又禁掉了我们的文旦 又禁掉了我们的 比如说石斑 五载鱼 到今年的芒果 所以其实它的那些理由 我们都认为不符合国际规范 它说你有芥可丛 其实像我们的凤梨 如果有芥可丛 到日本 它是用薰针 薰针完就让我们进去了 如果最差 就跟我们刚刚讲 鸡蛋如果被检验不合格 就退运销毁 也没有说直接把 把你全部净掉 因为芥可丛是一个很普遍的 一个病虫害 它不是一个非常严重影响到 比如说当地的 它的进口国的农业生产 所以它的这些 都没有依照国际规范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从之前的凤梨 然后到各式各样的水果 我觉得我们的重点 在于遇到危机 要把它转成转期 我们不可会演得 在2011年 那时候马英九 当总统的时候 我们不是开始有签署 EGFA吗 那就农业来讲 我们有很多的 品相是零关税 那它就在隔壁 检疫也比较容易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的农产品 最高 曾经是23% 我们的外销就23% 跑到对岸 而且这个比例是不断的 在之前不断的增加 那这时候 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会依赖单一市场的风险 而且如果这个市场是有 不符合国际规范 我们就会更麻烦 那之前2016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就要求我们要分 要不能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我们后来刚好遇到 这样我们就大力的来 来分散这个风险 所以就整体而言 我非常感谢美国 日本 大幅度的购买我们的农产品 所以现在第一名 是变成美国了 美国 那第二名是日本 韩国好像也上的满 上来了 对 因为韩国卖我们很多的芒果 然后像日本买的韩国的价格 是中国的三倍 就芒果卖到日本和韩国的价格比 去到中国贵三倍 那以凤梨来讲 那本来那时候被禁以后 我们凤梨一年有43万公吨 那想说完蛋了 因为第一次被禁大家很紧张 结果那是大家努力 那我非常感谢日本消费者 还做了凤梨地图 说在哪个超市可以买到凤梨 结果我们从那一年 前年开始 去年到今年连续三年 我们卖给日本 大概都超过一万五到一万七千公吨 现在每一棵在那边的金砖凤梨 一棵是卖日币六百块 菲律宾是三百块 因为那个单价是远高过卖到中国 所以让我们的产地价格 前年比没有进的时候还高两块 去年又比前年高两块 就是我们刚好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因为要到日本 凤梨以前没有那么多 就只有几百到几千 一千公吨 只要到日本 我们的那个检疫 SOP 能量 都要比照国际的大厂 像杜勒这样的水准 才有办法到日本 所以我们的凤梨到日本 是全程要13度C的 恒温 所以让我们在 刚刚讲的这种危机变转机 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确保农民 收入不能因为 不贵就于它的风险而减少 那第二个 我们开始分散这样的市场以后 中国就从23%下降到去年的12.9% 到今年7月为止 已经下降到10% 就是total的 我们的台湾的外销 对 从23到9.1 然后水果更夸张 水果我们从八成多 以前的水果八成多到对岸 到去年不到2% 只到1.6%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某种程度 是把这样的单一市场的依赖 到幅度降低 但是这个过程 我坦白讲 是所有的农业部门 不是农业部门 是农民 渔民 还有很多的农会 渔会 像那个石斑鱼 那么以前都是 卖到中国是活鱼 它就一尾 又就一个盘子可以上 可是我们后来 石斑让它养比较大的时候 可以节切 然后把它做加工冷冻 所以就可以内外销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 所有的冷链加工 自动化 农与民跟团体一起配合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 一直对新兴的市场 或者是既有的市场 非常充满的就是 要持续的去开阔 对啊 我觉得你要多谢谢石斑先生 我记得那个 卖凤梨到日本的时候 石斑先生帮了很多忙 到处去帮忙卖凤梨 我做很多 还被独学红骂 你那个时候凤梨 凤梨和石斑鱼 石斑鱼你有帮忙去卖了吗 不过确实日本也很热情 大家觉得就是说 希望能够跟台湾 有更好的互动 另外一个凤梨 我确实 比如山口 西日本最大的超市的社长 前不久来台南 他说钱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帮助台湾 不管是他们厂家 还是消费者 但是经过两三年的磨合的话 基本上已经可以变成一个 商业模式 就可以赚到钱了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很多地方 双方的磨合 怎样 一个是把台湾的品牌化 另外一个 很多的成本也降下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种事情能够复制 应该是很好的 石斑鱼还稍微 努力一点 因为石斑鱼日本没有吃过 而且凤梨 芒果是日本 基本上没有的东西 对 但是为什么台湾的凤梨 在日本卖的价格 比菲律宾的凤梨贵一倍 有很多原因 有一个是 不是ICFA CPT 就是贸易 自由贸易 因为有关税 菲律宾没有关税 但是菲律宾的便宜 台湾卖得贵 对 应该是这样讲 我们的品质 比较好 比较甜 我们的凤梨有11种 不同的品种 最甜的就是金钻凤梨 我们那个甜度 如果是14或16度 就是14或16度 所以跟菲律宾的品质 完全的不一样 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石斑老师讲的 就是关税 对 第三个就是 日本的通路超商业者 他们后来跟我们配合以后 他也开始 因为这样也获益 其实是互相得利 因为不会伤害到 日本的农民 让消费者 他可以吃到 原来台湾的凤梨是 品质非常的好 很多的大厂 都几乎是跟我们固定合作 甚至他还会到台湾 要指定哪个农场 所以不只是凤梨这样 他刚讲到的石斑鱼 我们现在是青斑可以过去 龙胆石斑可以 龙母斑还没 可是像杖寿司 他的杖寿司 就是用我们的青斑 所以我们的青斑 如果全部大量供应给他 也不够杖寿司 一家的需求量 所以这时候就是 我们一个非常好 开过市场 我在8月初 APED的部长级会议 在美国的西雅头开会的时候 我们后来有邀请了 美国西部的这些通路商 尤其是有在进口很多台湾的农产品 他说我们的石斑鱼 在那边供不应求 而且单价卖得很高 那是一个完全非常好的品质的鱼 所以刚好就是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要受到这种长期 因为的F-Jang 又倒到一个单一市场 那现在有机会 你看美国跟日本 其实很多像美国的这些通路商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的农鱼产品 的quality跟日本 已经几乎差不多很接近 可是价格 便宜很多 比日本更有优势 那个部长 我有一个就是说 我后来听 我也过去帮着卖石斑 也知道就是龙虎斑 日本还不能 就法律还不能进 不能进的 其实那也是 就是有一点理由 也不是比较牵强 就是日本提出 就是会 他说是要吃到一些 那个什么 就是可能有毒的藻类 所以危险 但是其实台湾养殖的 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日本说 好像日本的河豚 在台湾也不能进嘛 所以说还有双方是不是 还有很多的贸易上 在互相的勾心斗角的地方 你说这个是不是 可以通过谈判 把它解决 我如果可能的话 我也会帮忙在日本的 这个国会议员各方面 在推这个事情 这方面有没有 其实斯伯老师讲的非常对 就是我们跟日本 如果在农场贸易 都增加的话 是彼此互补的 因为我们不是跟它竞争的 那所以有很多的品项 其实双方都正在 还在 需要 谈判 需要喝 那有很多 可能我们最近会有一些 更好的消息 就是日本会给我们 再新的品项过去 比如说我们凤梨过去了 那可是凤梨四家 对 生鲜的还不能去 但是加工的 是必须要冷冻的才可以过去 冷冻的才可以过去 所以像类似 有一些或者是 我们的农府班 因为它农府班 认为说是在野生 其实我们有少数是野生海域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养殖的 养殖的就可以避免掉 那个议题 所以这个之后当然就是 这个议题反映的就是说 国际的贸易是大家要分工 政府要就政府的责任 比如说把市场开阔了 那后面就业者就跟着过去 所以我们都更 其实我们跟日本政府是非常紧密的 双方在讨论 在合作 我很快问一下文旦的问题 因为文旦的季节马上来了 去年中国是禁了台湾的文旦 所以台湾两年也是花了蛮多力气 在扩大出口 今年的话 假设说中国进一步 还是禁台湾的文旦 然后文旦季节来了 文旦的销售情况会是怎么样 其实非常谢谢王老师的这一个 那个问题 中秋节快到了 所以文旦其实几乎都采收完 对 那个我们有一个习俗 像去年白鹿 就是那个24节期的白鹿 如果跟中秋节越近 那个产销压力就很大 因为农民一般都是在白鹿的时候采收 那文旦采收了以后 不是立刻拿来吃 它要摆个几天 对 一两个礼拜 放一把那个 我们叫做池水 把那个水 让它水分消退掉 那我真的非常 那个谢天谢地 因为这次台风 那 那 来之前 马斗的文旦就收了九成 那最后这一次海魁最严重 其实就只有 影响到台东的东河的文旦 我们文旦有十大产区 从台南的那个夏营 麻豆到嘉义的主席 那云林的斗 这样到花点的瑞税 玉稀等 所以现在的文旦都已经采收了 那 现在都陆续的在出去 那我应该是讲的是说 去年的时候就遇到被中国禁了 那 因为我们过去的十大产区的农会 都跟农业部合作 我们都会做各式各样的促销以外 它可以做加工 但大果跟小果 大果是比较不甜的 小果是比较甜 那大果去做什么呢 它的皮可以做精油 那个会长得香 然后果肉可以把它切好去 搭配我们的茶饮料 所以因为有加工了 然后又有内销 所以 我们的外销还是在走华人市场 不管已经有在卖加拿大了 卖新加坡 卖马来西亚 那日本也有 那这个外销还是在走 但是外销的量 其实它不是主要的 它还是站在 它还是以内销 然后我可以讲说 文旦过去 从大概三四年前 应该四年 四五年前 产地平均大概一公斤三十几块 我们这几年做了加工冷链内销 现在都是五十几块 所以我们都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水准 好 谢谢这个部长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鸡蛋讲的太多了 所以没有足够时间来谈一下 前证与港建设的问题 不过我想很快问一下 最后部长 关于农业部的新农业政策 因为农业部成立 正式成立没有很久 农业部也有一些新的业务目标 大概是一些什么方向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谢 所有的台湾农与民的支持 还有蔡英文总统 金德副总统 还有历任院长的帮忙 让农业部 农委会可以申告农业部 这个是三十五年前 1988年520农民运动的时候 大家的农民诉求 我那时候大三 你也去诉求 我在台湾会诉求 那个真的 你没想到你三十年以后 会当第一任农业部长 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那时候就是 陪了很多农民 走了很多的运动 那农业部成立 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就是因为 他那个总统 副总统教他 我们要当农与民的靠山 所以要把农民的所得 全部的提升 农民所得提升了 那那个农民所得提升完之后 那那个农民才会耕作 有农地 有阳光有水 这样农业才会永续 所以农民所得的提升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们过去 不管像刚刚每一个产品 讲完 我们都会讲到产地价格 就是要确保 它的收入不受影响 所以在过去这几年 大力的推动能链建设 这也是日本很多的业者 跟我们建议的 那新市场的开阔 这个都是在确保农民所得 但是这次农业部成立完之后 当然除了要扩大 照顾农民 它有几个新兴的业务 比如说禁令 跟那个因应气候变迁的调试 全世界的各个农业部门 都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如何 像最近的干旱就已经变成常态 我们要怎么因应 让农民有水可用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要因应气候变迁的调试 禁令更是农业部门可以做的 因为国家2050要禁令 那个要达到碳中和 它要有自然碳汇 还有新增的碳汇 这个大部分都会来自农业部门 那第二个更重要是 我们可能大家想不到 我们刚刚讲到鸡蛋 这是经济动物 我们全台湾的毛小孩 伴侣动物 狗跟猫 有登记了200多万 如果加密登记超过300万 每年用9%的成长率在成长 他从出生到死亡 食育住行育乐 都要把它做好 他的食品跟用品的产值 一年高达五六百亿 是 没有现在郭台铭说 他如果当总统 每个人多生一个小孩 就可以多养一个宠物 这是总统的政策 总统是要登记 要经过总统批准 要经过郭总统批准 所以这个就是新兴的 要把它做好的 是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最后很快提一句 说是台湾好像很多年以后 终于有新鲜的猪肉 可以出口了 这件事情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跟问大家石斑老师报告 我们家就是养猪的 我就是靠我爸养猪长大 然后靠我爸养猪去美国念博士 我们就是97年 口提一的时候就整个倒了 我爸卖了两次的土地 农地 还有我们后面的还款才还清 所以我们后来把口提一 拔增成功 因为24年拔增成功 然后辉作猪瘟 我想我们跟日本是 现在亚洲应该少数 可以继续把辉作猪瘟所住的 我们还有把传统猪瘟 70年从日据时代就有的 也现在要再清楚 因为口提一拔增完 辉作猪瘟所住了 你看辉利宾 越南 中国 泰国都是辉作猪瘟的疫区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第一次 可以把生鲜的猪肉 40尺货柜22公吨 而且是高单价的 卖到辉利宾马尼拉 所以后续我们只要把这些的疫病 完全的掌控 这个几乎是亚洲第一 因为日本还是有传统猪瘟的影响 我们现在已经在拔增了 明年就可以跟WH申请 最快明年11月就可以获得 所有三个重大疫病 惠州猪瘟口提议 跟传统猪瘟的会议区 就亚洲第一个 我们生鲜猪肉 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就有机会 再重回日本市场 我们卖猪肉给日本 然后还可以卖到全世界 是 以前台湾出口很多猪肉 多 那时候是日本为主 那时候的外汇是非常高的 好 那这个部长你辛苦了 明年帮我们多卖一点猪肉 就要这个 你用卖这么多东西 然后又要对付鸡蛋里面 挑骨头的多重宇宙 这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 那这个农业部的业务扩张 实际上很多的业务 以前农委会是没有的 现在变成农业部的业务了 是啊 像刚刚那个宠物 动宝都是我们要来负责的 OK 好 那就谢谢部长今天的时间 谢谢陈部长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哥 好